原来我们之所以可以生活在如此安逸的环境 全靠的都是有人在背后为我们负重前行 长沙消防的一位00后消防员在白米板杖的训练室受伤 手术过后因为麻药未醒一直在迷糊中呼喊 结果这段话却令无数网友当场泪目 他并没有让周围的人去救他 而是恳求的希望周围的人们赶快跑 我难以想象他在梦境中到底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抉择 可无论是在梦境还是现实 他们在自己的意识并不清醒的情况下 都会优先地将周围的人民和队友放在第一位 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勇敢 而是他们选择的责任与担当 有的人会说他们是英雄 可其实这些英雄也只是一些孩子换了身衣分 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 只有勇敢无畏逆行的勇士 滚滚浓烟无法阻挡他们矫健的身影 熊熊烈火无法燃烧那坚定的信念 每一位逆行者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他们总是不顾一切的守护者我们的安全 而如今这位00后消防员也已经清醒过来 现在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希望每一位消防员在训练和出警的过程中注意安全 愿你们每一次的逆行 最终都能够平安归来